亲爱的朋友你好 大家都是有缘之人 如果可以的话 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 分享一下 十分感谢 第三百二十七集 坠入深渊 郭湘随着金伦国师同道绝情古来 国师狠辣之时 毒鱼蛇蝎 但他既存心受郭湘做一波传人 沿途对他嘘寒问暖 呵护备至 就当他是自己亲生女儿一般 郭湘恨他长臂长须鬼和大头鬼 神色间始终冷冷的 国师一生受人重养奉承 在西藏时 眼若帝王之尊 便是大蒙古的四王子忽必烈 对他也是礼敬有加 但小郭湘一路上对他冷言冷语 不是说他武功不如杨过 便是责他胡乱杀人 竟将这个威震抑郁的大蒙古第一国师弄得哭笑不得 这一日两人走到绝情谷 呼听得一人大声叫道 再等你不守心愿 他的声音中充满着悲愤绝望痛苦之情 郭湘听来似乎四周每座山峰都在七声叫喊 你不守约你不守约 他吃了一惊 是大哥哥 咱们快去 国湘说着 强步奔进谷中 金伦国师大敌当前 精神一震 从背上包袱中 取出了金银铜铁铅 五轮拿在了手中 这时 他虽已将龙象般若弓炼到了第十层 但想这十六年中 杨过和小龙女也绝不会浪费光阴 割下了功夫 因此丝毫不敢轻忽 国湘寻声急奔 片刻间已至断肠崖前 只见杨过站在牙上 树十朵大红花 在他的身旁环绕飞舞 他见那悬崖升得凶险 自己功夫低浅 不敢飞升过去 叫道 大哥哥 我来了 但杨过宁思悲苦 竟是没有听见 国湘摇摇地望见他举止有意 叫道 我这里尚有你的一枚金针 许听我话 千万不可自禁 国湘一面说 一面便从石梁往悬崖上奔去 他奔到半途 只见杨过纵身一跃 已堕入下面的万丈深谷之中 这一来 国湘指下的魂飞魄散 当时也不知是为了相救杨过 又或许是情深一往 甘心相从于地下 双足一蹬 跟着也跃入了深谷 国师落后七八丈 见国湘越起急忙飞升来救 他一展开轻功 当真是如剑离弦 迅捷无伦 但终于迟了一步 赶到崖边 国湘已向崖下落去 国师不及细想 使了招倒挂金钩 俯身抓他的手臂 这一招原是行险 只要稍有闪失 连他也带入了这深谷之中 他手指上刚觉得 也抓住了国湘的衣衫 只听得吃地响 撕下了国湘的半幅衣袖 眼见国湘身子冲开了 数十丈下的烟雾 植入谷底 浓烟白雾随即弥合 将他遮得无影无踪 国师黯然长叹 泪如雨下 手中持着那半幅衣袖 正正地望着深谷 过了两久 忽听的对面山边 一人叫道 忽那和尚 你在这里干什么 国师回过头来 只见对山站着六人 当先一个苍然童颜 正是周伯通 他身旁站着三个女子 使的是黄蓉 成英 鲁无双 最后面一个白皙白眉的老僧 一个浑身黑衣的年老女子 他却不知是伊登大师和英姑 国师数次见识过周伯通的功夫 知道这老儿的武功别出心机 断得是神出鬼没 心中自来对他存着三分忌惮 而黄蓉身见东斜北盖 两家之所长 即便百出 也是个厉害至极的人物 他神功已成 本可与这两个中原一流武学高手一叫 但此时痛惜郭襄惨亡 只欺然道 郭襄姑娘坠入身骨之中啊 众人一听 都是大吃一惊 黄蓉母女观心更是震动 这话当真 我骗你作甚 这不是她的衣袖吗 国师说着 将郭襄的半幅衣袖一扬 黄蓉乔那衣袖果真是从女儿的衣裳撕下的 这一来犹如深入冰窟 全身发颤 说不出话来 臭和尚 你干什么害死这小姑娘 推她心毒 不是我害死的 好端端的 她怎会坠入身骨 不是你推她 便是逼她 都不是 但是我有意收她为徒 传我一波 如何 肯轻易加害 呸 放屁 放屁 她外公是黄老贤 父亲是郭靖 母亲是小黄蓉 哪一个不强过你这臭和尚了 却要她来拜你为师 传你的臭衣袜 便是我老顽童 传她几首三脚猫把事 不也强过你这些 破铜烂铁的圈圈缓缓吗 周伯通和国师相距甚远 这一口唾弦土浆过去 风声隐隐 便如一枚铁弹般直奔其面门 国师侧头避过 心下暗幅 周伯通见她给自己骂得哑口无言 不禁洋洋自得 她定是不肯拜你为师 是不是 而你一心要收她为徒 是不是 国师点了点头 赵 如此这般 你就推她下股 唉 我没有推她 但她为何自尽 老僧实事不解 黄荣心神烧定 一咬牙 提起手中的竹棒 竟向国师扑了过去 她使了个疯子绝 棒影飘飘 当时将国师身前数尺之地 尽数封住了 在这宽不愚耻的食粮之上 黄荣痛心爱女惨亡 招招下的军事杀手 国师武功虽胜于她 却也不敢硬拼 眼见她棒法惊奇 如何她缠上数招 那周伯通过来驻战 所处地势太险 那就极难对付了 当下左足一点 退后三尺 一声长啸 呼得从黄荣头顶飞跃而过 黄荣竹棒上标 国师迎轮斜掠驾开 黄荣吸口气回过身来 只见周伯通拳脚相夹 已与国师打在了一起 国师自视大宗师的身份 见对方不使兵刃 当下将五轮插回腰间 便以空手还击 黄荣自食粮奔回 竹棒点向她的后心 国师自恋成十层龙象 般若公之后 今日方出逢高手 正好一事 见周伯通挥拳打道 于是以拳对拳 跟着举拳还击 两人拳风尚未相处 便也发出了 噼噼啪啪的轻微爆裂之声 周伯通吃了一惊 料知对方权力有益 不敢应接 手肘微沉 已用上空明权中的功夫 国师一拳击出 力尽千金 虽不能说真有龙象的大力 却也是绝非血肉之躯 所能抵挡的 然 与周伯通的权力一揭 只觉空空如也 竟无着力之处 心下暗感诧异 他左掌跟着排出 周伯通已决出对方尽力 大的异乎寻常 时事从所未遇 他生性好武 只要知道谁有一己之常 便要缠着过招较量 一生大战小斗 不知道会过多少江湖好手 但如国师所发这般巨历 却是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一时不明是河门道 当下便使动七十二路空明泉 以虚用石 运空当墙 这么一来 虽叫国师的距离 无用武之处 但要伤敌 却也绝非可能 国师运出招数 竟似 骚不着敌人的痒处 他埋头十余年苦练 一出手便及武功 自是大为焦躁 只听得背后风声萨然 黄蓉的竹棒戳向背心 零台齿 当下回首一掌 啪的一响 竹棒灯石断为两截 于力所及 指阵的地下 尘土飞扬 杀石激荡 黄蓉一惊月开 暗想着恶僧当年一甚了得 岂至今日更是大胜西石 他这一掌力道强劲 怪诞异常 那是什么功夫啊 成英和陆无双剑黄蓉失利 一持御敌 一持长剑 分子左右 攻向国师 等我小心 黄蓉化身火壁 咔咔两响 敌剑 其断 国师 隐锅相惨亡 今日不想再伤人命 贺道 让开了 他不再追击成禄二人 突见黑影晃动 英姑 以功制身判 国师手掌外拨 斜打他的腰斜 英姑的武功 本来尚不及黄荣 但他所练的泥鲲弓 却善于闪躲驱臂 但却一股俱力撞到 身子两扭三驱 竟将这一击避过 国师却不知他武功 其实未真一流高手之境 连打两拳 都给他以极古怪的身法避开 不禁暗暗惊讶 他自是足以横行天下的神功 竟然接连两人都对付不了 不免稍感心切 当下不愿恋战 恍身向左闪开 英姑竭尽全力 方式避开了国师的两人 见他退开 正是求之不得 哪敢抢上拦阻啊 别逃 周伯通柔身追上 国师正欲回掌相机 突然痴痴清醒 一股柔和的气流涌向面门 正是伊登大师使出一阳指功夫 正面拦截 国师一直没将这白眉老僧放在眼里 哪料得到他这一指之功竟是如此深厚 此时伊登大师的一阳指功夫 时已到了登风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 纸上发出的那股钢气 似是温纯平和 但佩然浑厚 无可欲抗 国师一惊之下 侧身避开 这才还了一掌 伊登大师见他掌力刚猛之急 也是不敢相接 平地轻飘飘地倒退术步 一个是南兆高僧 一个是大漠义士 两人交换了一招 谁也不敢对眼前的强敌稍存轻视 周伯通顾全身份 不肯上前夹击 站在一旁监视 伊登和国师本来相聚不过数尺 但你一掌来我一指去 竟越离越远 渐渐地相聚仗鱼之遥 各以平生功力摇摇相机 黄荣在旁瞧着 但见伊登大师头顶白气阴韵 渐聚渐浓 便似蒸笼一般 显示正在运转内进 深恐他年迈力衰 不敌骨师 心中又伤痛女儿惨亡 便与上前与仇人一拼 但听两人掌来直往 真丽记得痴痴声响 时是插不下手去 正字无忌 忽听得头顶刁鸣 于是左唇左哨向着国师一指 一对白鸟纵声长鸣 从半空中向国师的头顶扑击下去 若是阳过的神雕到来 国师或稍有忌惮 这一对白鸟躯体虽大 也不过是平常禽鸟 怎奈何得了他呀 但他此时 正出权力和一灯大师相抗 半分也松懈不得 双雕突然扑到 只得左掌向上强来抵下 两股掌力分击双雕 双雕抵受不住 直冲上天 就是这么一打岔 一灯力战上风 国师左掌连催 方是再成相持之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имоок点栏目 感谢观看